波特王今天他為什麼要這樣爆料 他為什麼要爆料說這個選手 他只有什麼台胞證跟居留證 那所以他可能不符合中國大陸規定 他怎麼可以代表中國大陸去參賽 就是因為他想要 這位選手去中國大陸參賽這件事情黃掉 如果是你 你會願意說愛台灣 然後你去放棄在奧運會場上出賽的權利嗎 如果你會 我給你拍拍手 但是你不能用道德的這種批判 去批判人家的選擇 因為這個是一個運動選手正常的會做的決定 運動選手的生涯有限 他在有限的選手生涯裡面 他為自己做最好的打算最好的決定 這完全可以理解的 難不難看 就是這種體育協會 台灣現在不管什麼 剛剛講謝淑偉講的網協還有體育協會 那甚至各個各個的協會有多少政治力在裡面介入 那都變成政治酬庸的工具 台灣有一個建道青年 遭爆料代表中國大陸參賽 陸委會說話了 好台灣的Youtuber波特王10號爆料 2024年世界建道錦標賽 中國大陸對有名台灣的選手 叫做舒玉成代表參賽 引發網友熱議 體育署已經要求中華建道協會查證 陸委會更強調如果有確定 舒玉成是代表這個中國大陸籍或是他有中國大陸籍 那他將取消台灣國籍喔 哪來的台灣國籍 是中華民國國籍啦 好來波特王在他的節目 8888888揭露啊 台灣青年啊 舒玉成沒有中國大陸國籍 卻代表中國大陸參加世界建道錦標賽 我就覺得波特王 這個舒玉成是有給你看他的這個護照 還是中國大陸的居留證 還是中國大陸的護照還怎麼樣 你怎麼連這個都知道 你到底是什麼樣 是有人直接給你資料要爆料對不對 好來 並強調舒玉成擁有台灣護照 可能僅持有台胞證 台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 或者是台灣居留證 就是贊助證啊 居住證 居留證跟台胞證 這兩份文件都僅在中國大陸有效 無法證明他擁有中國大陸國籍 並且根據海峽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 一個人只能是其中一方的公民 所以舒玉成若為中國大陸代表隊出賽 勢必要有中國大陸護照 並放棄台灣國籍和身份證 首先我講就是說 這個事情分成兩部分 波特王這樣爆料就是說 這一位台灣的這個劍道的選手啊 他去代表中國大陸去參賽這個事情本身 他為什麼這個台灣的選手要代表中國大陸參賽 那因為中國大陸他可能他在這個劍道這個領域 他事實上中國大陸在很多體育的領域 他是比較有優勢的 那你台灣他代表台灣代表中國台北他能夠再見到出場比賽嗎 或者他一直以來的訓練來講他可能都在中國大陸 他隊友也都是大陸的這些選手 那他為了他的這個選手生涯職業生涯 那他選擇他代表中國大陸去參賽 其實這是一個運動選手基於自己生涯規劃的一個選擇 那你說兩岸的這個政治矛盾 好那我個人是覺得我就尊重他 因為運動員的生命有限選手生涯啦選手生涯有限 奧運欸奧運一個運動員能夠一生能夠參加幾次奧運 四年一次一輩子能參加三次奧運你了不起了 而且你能夠有奧運參賽資格代表你還是 你的體能是在巔峰的狀態 那運動員的選手生命有限 那他在他還有能力的時候 他想要去參與奧運 他想要在奧運的賽場上面 得到這個好成績 為自己的運動生涯留下一筆 這也是他的這個 我覺得身為一個運動員 他都有權利去追求他自己的夢 那只是兩岸這個因為政治的關係 所以就變得很矛盾 但是波特王今天他為什麼要這樣爆料 他為什麼要爆料說這個選手他只有什麼台胞證跟居留證 那所以他可能不符合中國大陸規定 他怎麼可以代表中國大陸去參賽 就是因為他想要這位選手去中國大陸參賽這件事情黃掉 他就是想你中國大陸你用這名選手去給他參賽你也不準啊 而且這個選手他怎麼可以代表大陸去參賽 他代表中國那我們台灣就要把他剝奪 中華民國國際他去掉不行有了 就是波特王就是在鬧 就是該怎麼講呢 就是他就是不想要台灣的這個選手代表中國大陸參賽這件事情成 其實這個事情關他屁事 那為什麼有人要爆這個料給他讓他去爆料 那到底是為了什麼 那他做這件事情的本身 他只是要這一位運動選手他無法去奧運的賽場上面去比賽而已 要不然就是也讓他搞得灰頭土臉 哪怕你能去奧運比賽 但是你回到台灣你好像變成一個賣台的人 你好像是一個罪人一樣 波特王你真的很無聊 我覺得兩岸因為這個政治分歧的原因 很多時候運動的 其實兩岸運動選手交流 比如說我們的桌球選手林雲儒 他其實他當然代表這個中華台北代表我們去出賽 但是他的訓練都跟這個大陸的選手去訓練 其實他跟大陸很多選手是非常交好的 兩岸體育交流是很深很深度的 那其實這個對兩岸的各個層面 不管是體育界文化界 都是良性的這個成長嘛 兩岸這個交流 對比如說對這個我們的小林選手本身 他跟中國大陸的桌球選手有交流有互動 那其實對他個人的記憶也是一個進步啊 我覺得兩岸應該在很多領域 你要有一些這個該怎麼講 解決的方式 就是給這些兩岸的運動選手 你給他開一個方便之門嘛 有政治矛盾的是兩岸的政府啊 你讓這些運動選手 給他們一個舞台 讓他們去去拼搏嘛 而且根據中華民國的憲法 我們也是代表這個一個中國啊 那如果你沒有一個路給他的話 那你逼著他選一邊 那他當然只能選對他選手生涯最好的一邊 你不能怪他 因為這個是他對他選手生涯來講 個人最好的選擇是不是 不是每個人都跟你波特王一樣 抗中保台可以賺錢的 他是真的要在比賽賽場上有好的成績 他才能夠事業成進步的 不是每個人都跟你波特王一樣 每天在那裡小粉紅周報 罵中共就可以賺錢 好不好 好來 那我再來講啊就是說 運動選手本身為了自己 其實我講真的所有運動員都一樣 他自己的本錢就是他的比賽賽場的成績 只要他成績好 哪怕剛剛那一位見到選手 只要他賽場成績好 到時候我們台灣還是 你台灣之光 我打包票 我打保證 就是這樣 就是這麼現實 這個世界就是這麼現實 如果今天那位選手在奧運賽場上拿牌 他一切我們台灣就是可以了OK了 你也不會怎麼樣 因為謝淑威就是例子 謝淑威當年 他被我們台灣的這個網球協會 網球協會該怎麼講呢 我們台灣很多這個體育協會是犯政治化的 政治酬庸的機構 我們等一下等一下再講 當時的謝淑威 他被這個網我們台灣的這個網球協會打壓 然後因為台灣的網球協會是 詹詠然他們家詹家把持的 這個在PTT上面 大家都吵得很清楚 都吵很久了 那當年的謝淑威 在里約奧運上面 他就憤而說 我不代表這個 台灣出賽了 我宣佈退出里約奧運 那在那個時間點 他是因為被網球協會打壓 所以他奮而宣佈退出里約奧運 在那個時間點 謝淑威 是我們台灣的罪人 我們大家講你謝淑威怎麼這樣子 拜託你謝淑威怎麼可以這樣賣台 你都不能相忍為國嗎 怎麼樣 後來 謝淑威 他受了一段 他好生氣 台灣沒有資源給他 那他自己 他自己靠著自己的努力 他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雙打的賽場上 雙打賽場上得名 他最近在溫布敦 溫布敦他跟那個混雙搭檔 他也得名 這個叫什麼女雙搭檔 他也得名 現在進到前四強 混雙女雙都進到前四強 等於是世界級的這個雙打搭檔的好手謝淑威 全世界所有的網球選手都想要找謝淑威搭檔 謝淑威靠自己的實力 打出一片天 在各個大滿貫上面打出一片天 然後呢 現在他回來 中華台北 要參加這個 巴黎奧運 網球雙打的這個席位 一席就是謝淑威的 謝淑威他可以指定 他要哪一位台灣的選手跟他搭檔 他用他自己的實力證明出來 這個就是運動選手的底氣 所以我講真的 不要用那個政治力去打壓這些運動選手 給他們一個發展的空間 對所有的運動選手來講都一樣 他只是想在他的舞台上面 能夠發光發熱 不要給這些政治選手這麼大 不要給這些運動選手這麼大的政治的帽子 好來我們剛剛講到這個台灣的這個 體壇很多協會啊 都變成這個政治仇勇的這個工具 來我們來看這個 台灣的籃球世界排名狂跌 連關島都不如啊 立委痛批啊 體育署籃協一起稅 這個是 4月份的新聞啊 好 立委莊瑞熊協同無意配蔡易宇 王世堅在立法院召開 籃協一支稅 體育署一支稅 記者會啊 多議題呼籲體育署跟籃協負起主管機關的責任 莫讓從旁協助的立委 公卿變世主啊 OK好 這個是4月份的時候 莊瑞熊 去罵這個籃協 體育署跟籃協一起稅啊 來我們來看這個CG圖啊 4月份的時候莊瑞熊批籃協 6月份的時候莊瑞熊 點名是不是 群菜齊倉的模式 接任這個直籃的會長 莊瑞熊說啊不敢當啊 有比我大咖的啦 結果7月份喔 台灣直籃新聯盟決議 莊瑞熊接任會長 啊不對 這樣喔 難不難看 就是這種體育協會 台灣現在 不管什麼 剛剛講謝淑偉講的網協啊 還有體育協會 那甚至各個各個的協會 有多少政治力在裡面介入 那都變成政治酬庸的工具 那你接任這個什麼 不管是各個協會的會長 還是聯盟的會長怎麼樣 那選手是不是要出賽 還有沒有什麼參賽資格 還要看你臉色 喔 我覺得這個 很難看啦 莊瑞熊這個很難看啦 所以 最後我還是講啦 對運動選手來講喔 再講回來這一位 這一位台灣的劍道青年喔 喔 他 對他來講 他只是想要在比賽的賽場上 好好去比賽而已 喔 他想要在他的選手生涯裡面 在他還能夠比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舞台 讓他在這裡發光發熱 如果 台灣不能給他 那為什麼他不能去 可以給他舞台的地方 你當然可以批判他 啊 你又不愛國了 你去敵國什麼 如果是你 你會願意說 愛台灣 然後你去放棄在奧運會場上出賽的權利嗎 如果你會 我給你拍拍手 但是 你不能用道德的這種批判 去批判人家的選擇 因為這個是 一個運動選手 正常的會做的決定 運動選手的生涯有限 他在有限的選手生涯裡面 他為自己做最好的打算 最好的決定 這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覺得兩岸政府應該做的是 尋找尋求一個類似九二共識一樣的政治管道 讓這些兩岸的運動選手能夠在奧運的賽場上面 是不是兩岸有一種兩岸模式 可以透過某種參賽資格 一起 出賽 或者是尋求一個 幾個席位 甚至幾個席位留給我們台灣的選手 這樣子對台灣的選手其實更有保障更好啊 對不對 但是因為現在政治的關係啊 所以兩岸連體育都充滿了政治味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有額外的折扣喔 主持人都超臨的 諸心呆 提交給食物 都交給食物 魂的